打直升機去什麼 那個時候宋楚瑜幹省長的時候 那個靈魂機長是他用的那個女士啊 他看到我寫文章 馬上就找我溝通 然後來 直升機派著給你去看看 你直接看 看哪些事情真的我們該改進 他還會的 現在這種發發在面 我寫給總統什麼東西 甩你 甩都不甩你 起碼怎麼樣 林北就被他那樣走 完了 怎樣 怎樣 就是這一副態度嘛 摔你 所以現在政府現在對你那些 你那台灣人死好嘛 怎樣 背後老大哥 比你更厲害 怎樣 滾頭好我腳踏 那種姿態 哇 那整個簡直是 這個也不用理了啦 都已經講完了 還理 現在回到安琪講 這個原理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繼續 這台灣呢 總有一些呢 就是說 除了這些以外 真的是能力無法補償的 那個就是 真的是921那樣的大地爭 那如果是台灣呢 在照山運動不斷天然掉下來 你看哦 有山了 有神奇 然後直到穩定的時候 就會產生 穩定的職位 可是在山上來 有些地方 永遠 就是那個碎石坡 那那種地方呢 就代表什麼 你不大肯 幾百人幾千人都不靠你 貼狂 其中碎石坡的 因爲它一直在跑動 我告訴你 我在過去研究裡面研究中 就發現一個事實 我們調查森林以後 斷定 東橫這條公路不會壽命 不會超過50年 你知道 為什麼嗎 我沿途調查植物森林 一大部分的樹木壽命 都沒有超過50年 哇 我就知道那個周期嘛 有很多方法 那在高海拔 台灣 250萬人來 演化出來的 自身植物 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那以前台灣 最高海拔 最惡劣的地段 就有這樣的土地 公益三連佛 那真的夭壽魚 那不是只有地雕而已 他怎麼樣在這個沿溪裡面 發展出來 這整個是 整個地利滿條 哦 那 這一套 那 我可不可以 哇 好了 浸賽啦 因為相關的人 不在這裡 無所謂 我大概拿錯塊 拿到舊的檔 然後慢慢知道 穩定才會形成 這種密閉的這個森林 然後這個森林界線以下 才形成穩定的森林等等 在天然狀態之下 形成寒溫暖熱 各種這個地帶 而且 在短暫的時間 都能夠自我修復 成為平時的天然地 終於演變到三四百年前 葡萄牙 什麼西班牙 兩顆牙 看見台灣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不是隨便講的 你要知道 在當時沒有什麼 不是沒有土石流 而是他的自然土地的呼籲能力 非常的旺盛 那只都可以回復 而到現在呢 幾乎是不可收拾 然後到檜木林 你看看 以前台灣的檜木林 就是當年的雞肋 十之無畏 七之可惜 沒有辣 沒有辣 那個你現在看到了 鳥嘴山 那個叫什麼 正希寶那幾顆 在過去的檜木林 講起來就是屬於 昏布的最下線 零星的幾顆 紅塊 那個叫雞肋 是因為我餵你這幾顆 在砍樹 那花不來 所以才留著 第二 現在台灣所有的神木 都是當年在砍樹的時候 最爛的東西 沒有人要的 留下來 每一顆神木 我可以把每個神木的歷史告訴你 就像現在全國第一大神木 雪山 二三零零到 那一顆 樹洞可以裝一百多個人 那一顆 當年還 刮下來 做一個記號 要砍掉 邊桃地幾號 我訪問到 那一個人 做美目調查的那個人 到後來為什麼 大家砍樹砍到那裡 不會 我一定砍做 因為那個 那一顆裡面是中空的 砍那種中空的樹 最容易上面塌下來 記整部 記無肉 裡面砍一砍 還要記一砍 還要把你含屍一樣 結束的 所以大家都給你採辦 一趟做的事 留下來 變成全國第一大神木 你們看看 新中文的 以後再說 你現在看到的 這些 都是 所謂 無用之用 把這基板 裝置的這個 這個裡面 所留下來的 殘存的 我在台灣研究 這塊木裡面 我找到了一個 最妙的 呀 這個 那這個 應該拿下來 我們在台灣的 研究調查 就發現 他就是這樣 我請大家看一看 還是去看 那是去看 就擋住了 那不然這邊 放在邊一點就好了 會擋到螢幕 我看算了 不用還是回來也來 沒關係沒關係 不用不用 謝謝 雖然 我在調查前台灣的森林 台灣過去對森林林木的調查 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檜木林樹下通常沒有調查 這個給了要砍台灣檜木的人 一個最好的藉口 台灣檜木林不能夠自我更新 所以呢 一個森林裡面沒有小苗 檜木林下面沒有小苗代表什麼 這個老快死了 這個森林就消失了 一個森林社會 一個人類社會只有老人 沒有小孩 老人死了 就孤母一病了 因此 為了搶救檜木林 我們必須要把老樹扛掉 老的不去 少的不來 他們創造這一段神話 欺騙台灣人 50年 當年 台大森林系不是這樣教嗎 中興不是這樣教嗎 哪一個地方不是這樣教嗎 碰到陳某人才 那請問 台灣存在250萬年 有檜木超過150萬年 150萬年 150萬年來都沒有人在經營 為什麼 寬木到現在還存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恰好 寬木到現在正要死 正要滅滅 對不對 要靠你檜木集才肯 你快目還會 就走下來 老的不去少的不來 第二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 雖然沒有檜木集在整理 但是有台灣民謠在整理 你們是睜眼說瞎話 但是這一套理論 他講了幾十年 而且還要大牌教授寫的 還當過檜木集長的 那些人都已經作福了 我就不要講 但是 當時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因為聖靈教真的沒有啊 不是說沒有 非常少 研究把它弄出來了 因為很簡單 因為檜木小苗要花芽 一定要相對光線 全陽光的37%以上 才會長出來 他採取的更新是什麼 你知道嗎 老樹死了 破空 小苗就開始長 那個一破空的話 下面一大便 噢 又全部出來了 他是在等時機啊 第二 所以阿里山 前台灣的檜木林是什麼 第一棵老樹倒下來了 在他身上有很多種子就花芽了 這叫第一代木 這個叫擋出來第二代木 第二代木倒下去了 第三代木 三代同時存在了所謂的三代木 到處都是 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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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項眼輕蝕 三奔 每一條溪谷 都是檜木的新生長的地方 紅塊扁薄 恰好是 因為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這個理論 我把它弄出來 台灣的紅塊扁薄 燈不要動 好不好 就這樣就好 按照不同的年齡層 你會發現 台灣各個林區 幾十萬幾百萬顆 算出来的都一样 就是按照年龄结构 我们一般认为 如果一个族群 这个年龄结构 就是这是年纪越来越大 或者胸襟越来越大 这是数量 那如果是这样的形状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缓接 接字形 把它缓过来写 那年纪越大的 个体越少 年纪越小的 个体越多 这代表这是一个 永续生存的族群 细气没差 一直抱一直抱 对不对 反应还反接 如果一个族群 是这样的形状 代表什么 它只有一代 过去的就消失 如果它是属于 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从这个年龄结构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台湾的 天台湾各地的 年始生理 快目的年龄结构 都是这样 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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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 零七的这个年龄结构 去检查看看 全台湾 几十个零七 检查出来 都是这样 乱七八八 上上下 我把这个问题解决 你知道为什么台湾 快目里的 族群年龄结构 是这样吗 因为台湾大地震之后 红块的小苗 快目的小苗就大量检查 地体稳定了 红块的小苗就检查检查检查 那么族群的 它的产生小苗的 这个期限 大概就是Science期限 什么意思呢 总苗最多 代表地震最严重 总苗最少 几乎没有 代表 几乎完全没有地震 亚瑟它是稳定的 那你会看到 它的周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可以看得懂 可以听得懂 OK 接下来 一个树木 如果在森林里面 永远 我们把它叫做永续发展 都可以存在 它的年龄结构 应该是缓接字形 刚才讲的这条线 那我就知道 这个树种 永远可以存在 那在台湾固定周期的地震之下 红块还要永远的存在 就是这两条七线相长 就得到理论上 一百多万年来 红块只可以存存 那它形成的七线 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年龄结构 这样可以理解吗 现在我加上一个参数 P P介于 护一到正一间 也就是说 现在B正式不稳 时间是不稳定的 是Renton sample 事实上就Renton 有一些乱度 不知道不是这种稳定的地震 这个 这个呢 然后随便给它 带进电脑 一个参数 就是0.5 它就 乱出来 就跑出了一条线 参数 给它认了一个参数 它就乱跑跑的 但是所有的期限 都遵循着这个基本模式 也都只有的这样 有的这样 有的这样 怎么样 基本上还是这个模式 我得出来的整个Pater 跟我们的实际 差不多稳定 咦 Bingo 抓到了 台湾快木 最主要 地震之后 就是快木大更新 我变的时候 就是快木没有苗木 OK 这是因为我们上这个课 给各位了解的最基本 这个东西 道理说 就是一个 很好向世界发表的东西 反正下一代才会知道 这个就是 以前快木更新的 OK 请关灯